大家好,我是默克生 1860年8月 为了报复第二次大孤口之战的失利 英法三十多艘战船和大量军队集结于大孤口 并吸取了上次的失败教训 从背后袭击,大孤口炮台相继实现 直立提督越善,重力牺牲 这是战后拍的照片 当时的情况相当的惨烈 英法联军后来沿海河而上 攻占了天津、北京 最后火烧了圆明园 有一个英法联军的孙女 将她祖父受勋的勋章 还有一些当时的照片捐给了博物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利 也促使清政府开始施遗传计以至遗 大孤口炮台迎来了鼎盛时期 还安装了最先进的大炮 德国克鲁伯大炮 还架设了电炮线 炮台的整体防御位于世界前列 虽然后来两次大孤口之战 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列强对大孤口恨之入骨 所以在签订新手条约时 执意拆毁 这个沙坊就担心了大孤口炮台 正是一个完整的防御性 大孤口炮台位于海河的陆海口南北两岸 有六个炮台主要分别是 微镇海跟高和触控炮台 其中微在海河都有一个美好的意义 就是大孤口炮台 微武镇守在海河的高处 一会我们即将登进的 也是保存比较完整的 就是微次炮台移植了 现在在微次炮台上 我们可以看到阵子炮台 一海就炮来了一届 第二次亚车战争的失败 促使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 开始了洋务运动 其代表人数的就是李鸿章 1871年李鸿章被大孤口炮台 进行了现代化建设 在这个炮台上 方位了当时先进的 俄罗克鲁伯大炮和英国的 阿姆斯科朗大炮 俄大为了摆设了近代水雷 炮台之间架设了电报线 一面与天衣相攻 一面与大孤口炮台相连 到了1884年 大孤口炮台的战斗力 就进入了顶盛时期 但是可惜的是 从1875年李鸿章被清政府 派去投放北洋海军 他把大孤口精力放在了 海军建设方面 对炮台建设就逐步缓缓了 到了19世纪末 他的战斗力已经远远落后 西方各国 这也为第四次大孤口炮 为战的失败彩虾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 第四次大孤口之战 是西方列强为了镇压义和团 1900年6月 英 法 美日 俄 德 亦 澳 八国联军攻打大孤口 虽然当时的守军顽强抵抗 但是因为寡不敌重 最后炮台被攻陷 八国联军长驱直入 攻占了天津 北京 这是当时八国联军用的强支 这是2001年出土的克鲁伯大炮的炮轮 还有些大炮的船舰 这是八国联军 为被击毙的日本军官福布雄级 立的碑纹 这是列强拆除炮材的情景 这是天津被攻陷的情景 这是法军抵达北京火车站 这些秀气斑斑 中间断裂的铁炮 很容易让人回到过去 其实一百多年前时间并不算长 这些耻辱应该永远被铭记 因为现在的列强还是原来的样子 本性没有变 在国管的北京库段 我们也用马斯斯在鸦片贸易史中的一段话 总结这段历史 一个人类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 故事是安于现状 人为的则决于事 并因此竭力以天朝近善近美的幻想子气 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 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面前展示的大夫帖中 他也是我们楼馆的镇馆之宝 国家一级文物 大夫帖中处到于188次年 从悬挂在大夫口腰带的石河梦 还是为了一天靠近英华人 跟壮丽提升的爱国将领月亮而出的 铁路口径为485毫米 又平高650毫米 中达150公斤 中汉路有风调雨顺 国汉民安大清风去十年里 海口大夫越为一公司的横管 1900年英国的运动爆发 八个人军占领天地后 英国人就把这口大桌子当作的 占领地给掠走了 存在英国的普斯堡寺市 围段的压务员 当时英国政府呢 也为了一年在战争中死去的 士兵才在园区内修建了 一座中式梁 将这口铁钟悬挂了起来 我可以看着啊 大桌子很终究已经残权 因为它的终究是龙的四谷了 一会我们去园区就能看到啊 我不是为了看着 外面是个龙子的胡瓶子 这个瓶子里大人呢 就是大楼铁中的五十银子 毛主席曾经三次来过大部口 这是1949年 他年轻的时候还来过一次 写下了这首诗 年轻的老主席啊 送一批进步新年处法 国际工典学 竹林天津上 有人急想看看大海 结不结不结不 一胡百年啊 大家都赞同 于是从火车啊 来到唐部的佐治大加车之后 步行来到大陆宫号来 他们都是以海命名来做事啊 哦 这都是铁皮的 哦 这个纪念乐善的国宝 钟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1997年 空军的雷达旅赠送的歼6飞机 歼5和歼6 应该说是中国人民空军的骄傲了 这两款飞机在当时 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啊 而且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那么差 还可以造成这么先进的飞机 真是不容易啊 这些航空旅材看样子啊 就是好啊 不生锈 你看机号都生锈了 飞机没事 这个上面有很多这种某钉 比较平吧 应该说是 反正手摸上去呢 没有明显的凹凸感 哇 但是这个真实的飞机机道太长了 看看 一直通到后边 通到尾部 它的尾部就这样子 这边给挡住了 发动机是都拆走了 飞机旁边是大骨口粗粗的含套 这边这个还好一些 比较完整 这些东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尤其是这个试人像 我原来以为只有西方人才会叼这种香 没想到啊 那时候的人们除了叼马以外 还会磕这东西 这马磕了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目前保存的最好的V字炮台 这个炮台的内部呢是用木料 外部是用青砖切成的 再用白灰灌浆 是非的坚固结实 而且炮台的外侧 用二尺三颗土砸实 防止砖块飞溅伤到士兵 这就是复制的克鲁坡大炮了 这个炮是可以旋转的 这下面是轨道 这对防守是非常有利的 什么方向都可以打 这种理念到现在也可以 这些暗防炮一字排开 可以涉及不同的角度 好看整个大谷口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现在这再不会有外国人的军舰要武扬威了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个根骨不变的道理 所以希望将来中国再不会有那一片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包括看眼下这些世界列强 还是一副那种嘴脸 所以说现在加强国防 护国强军 这条路应该坚定的走下去 这样来我们中国人才能 昂收铁星的享受现在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